老四说这些人 一万个人当中 真正能往生的 只有三五个 六十年后的今天 我说 一万个念佛的人 真正能往生 只有一两个 不是三五个 一两个 为什么 心疏不振 念佛求生净土里头 还缠杂着贪嗔之门 还有这个念头 还有自私自利的念头 那怎么能成就呢 几个人认真翻新 我天天所做的事情 哪些事情是善的 哪些事情是不善的 善的要继续 不善的要改正过来 没有人认真翻新 那为什么 自己迷了 自己做错了的事情 是以为是善的 以为是正常的 这就没法子了 这怎么能 这怎么能 不救得过来 唯有真正 从凡行当中 就无了 真找到了 那 改过自行 这才能往生 不把往生 放在地状大事 他不会往生 那真正往生的人 决定是把这个 作为我这一生 头灯大事 其他都是小事 绝不重视 这就没法子